我在想 如果 我知道我有一天我会这么爱 我一定对你 一见钟情 粉丝们听见没 这么一个帅气的男生 跟你们表白了 还能做得住吗 其实啊 此次杨阳现身是为了给游戏发布会站台助阵 这句话呢也是其中的台词 因为电视剧微微一笑很清晨 杨阳最近跟游戏密不可分 此款游戏正是她在剧中 所玩的游戏 不过嘛 其实杨阳本身就是个游戏狂魔 听说技术还相当不错呢 自己 算不上像肖南那样的大神 算得上是一个小神 开玩笑 就是 因为在之前玩游戏的时候 就比较喜欢玩 所以就会用心一点 就会翻很多的攻略 不同的书 就会去研究 所以玩的还算可以吧 演好腿肠 拍戏认真 游戏还玩的好 这么完美 让别的男生情何以堪纳 不过俗话也说了 能者多劳 因为各方面优秀 杨阳的工作 一直满档 休息的时间少之又少 参加完此次活动 又得赶回剧组拍戏去了 很顺利啊 现在 而且 因为也是刚开机 差不多也二十多天 那现在剧组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磨合都已经磨合完了 而且大家 我和郑爽 之前就已经 那个 也算是 合作过 一起录的那个 华尔少年 而且 就是 比较了解 所以在演戏的过程中呢 两个人还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就默契上面还是 比较好 CP感啊 CP感 就得问网友吧 优酷全娱乐 上海报道